记得这个地方 这个Sales这个是 1,2,3,4的1 不是I 如果你写成I的话 那输出结果呢 就会是没有东西 因为我发现好像每个同学都照打 然后呢 照打之后呢就发生 好像都一样的结果 加了这一行之后呢 发生就是没有东西啦 其实这个原理原则就是 去抓那个什么呢 抓上面那个栏位名称 的长度嘛 所以为什么这边是1啊 1指的是固定都在第一列 不管说它下面变到哪一列 反正我都是一律锁第一列啦 这个概念跟那个刚刚的 D1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还蛮像的 这锁1就对了 所以我是假如说 以后你遇到类似 Excel里面你有锁定哪一列 那你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概念 去撰写VBA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还是要揣摩啦 因为可能目前同学好像还能够做 紧直 就是照打照操好像还可以 然后做个变化 可能就会有一些些 还是有点点困难啦 不过这真的蛮花时间的 要是真的是需要时间啦 所以这个消化时间一年而已啦 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的话 你可能那个进展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我看到有些同学真的蛮厉害的 短时间内 但是他几乎每天都要练习 如果说你希望多快一点 比人家多就是学的变化 那你就是需要多花时间 就是这样而已啦 我想可能还没有别的 除非说你真的是天才型的 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学生 不过还蛮年轻的 就是大学生 那脑筋非常好 哇学好快啊 我说你以前有写过程式吗 他说没有 他为什么学这么快 显然是他真的蛮聪明的啦 所以 但是他也蛮努力的啦 每天也都在练习 那不会的地方的话 他就是不断听嘛 不断听不断听 那我问过好几个同学 他说老师反正就把你的影片 反复听反复听嘛 反正没事就放来听嘛 听久了之后 就倒背如流了 想到什么 马上程式就写得出来了 因为你的声音 都在我脑海里面 都一直告诉我该做什么 呵呵 我说你也不至于要这样子吧 不过他就是 他说他以前是学法律的啦 他把那个被法律条文的那种方式 拿来被程式 然后他就是用那种同样的方法 所以他就一直反复去 因为法律条文就这样嘛 背起来就对啦 但是程式 当然不是说背起来就算了 可是就是也类似啦 你就是至少你会 大概就是那几招嘛 你看我这个程式里面 不外物就是什么 4回圈嘛 那I的话就是裂嘛 J的话就懒嘛 反正你就照着方法改一下改一下 基本上也可以做出类似的东西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试试看 那如果动作快一点同学 其实也可以想想看 就是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合并为单栏 因为资料里面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合合分分 分分合合 有没有 历史也是一样嘛 合久必分嘛 分久必合嘛 呵呵 同样概念啦 你会发现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资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放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又把它恢复成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又把它恢复回来 那当然就是不要涂法链钢 以前的话就复制贴 那现在的话就是要用程式 来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啦 请各位就是说 在那个刚刚的这些资料完成之后 中间间隔一个H栏 在旁边的话 I栏的地方 请各位就是说 再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叫合并回单栏 然后分别 如果动作快的同学 就是分别在哪一个呢 用Index 用Indirect 用VBA 分别呢 把刚刚的资料呢 再合并回来 合并回来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呢 再把它纵向的 有没有 1 它本来是横向嘛 1234 把它恢复成1234 1234 1234 再把它排回来 不过排回来说 其实前面已经没有栏位名称了 OK 差别在这里而已 但是怎么样把它合并回来呢 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的话呢 那你也可能只能用涂法链钢方法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但是就是不要让你复制贴上 想想看哦 如果用Index 用Indirect 用VBA 怎么做 可以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呢 主要也是 去了解 怎么把资料分分合合 试一下 其实用Index来做的话 你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 插了函数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Index 那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范围在哪里 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我们就把这个范围给它 选错了 应该是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Raw number Raw number的意思是 我向下拉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它应该就是什么 反正第一次的话就是 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第一列第一列 所以Raw的话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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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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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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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Color number的话就是 1 2 3 4 1 2 3 所以你可能要变出Raw 4个1 4个2 4个3 那Color的话呢 就是1 2 3 4 1 2 3 4 1 2 3 4 不断的重复 那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Raw的部分的话 提示一下 你可能要汇一个函数 叫INT INT INT什么啦 就是取整数 OK 无条件捨去小数点部分 OK 然后呢Color number的话 你可能要汇一个函数 叫MOD MOD OK 跟那个中华电线的MOD 一样拼吧 不是一样的东西 是MOD OK 那MOD的话就是 球鱼数 OK 所以你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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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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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INT 配合什么 配合Raw 我需要向下拉 就是4个1 4个2 4个3 4 OK 这个也是一道题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要先Raw先做出来 你可以插入函数 可以先用Raw函数 先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 假设我今天呢 我希望4个1的话 那我先用Raw Raw的话呢 当然现在是2 你可以怎么样 除以 这边可以怎么样 除以4 因为我要4个4个4个 除以4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会发现打勾 你会发现喔 它会向下填满就是 0.5 0.75 诶 那我下面就是4个 1 1 如果我把小数点去掉的话 那前面加个INT 前刮斧 后刮斧 INT的话加个后刮斧 打个勾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喔 这边向下填满 它会有一点接近的 0.0.2 然后1 1 4个 2 2 4个 所以你会发现喔 已经很接近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办 再把Raw呢 我的习惯先把Raw归0 它现在在第二列 我就先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喔 剪掉的时候 特别注意要先剪 所以记得前后要再加刮斧 Raw的前面 Raw-2 先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它就会很接近喔 4个0 因为它先剪掉 从0开始 4个都0 4个都1 4个都1 可是相差 我要从1开始的话 怎么办 记得怎么样 对 加1 加了1 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喔 加1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加1 你会发现喔 我要刚好1到8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 刚好就是1到8了 都4个4个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叫Raw number 要的东西喔 看得懂的意思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相对的 一定还是比VVM 麻烦一点 那他人的话呢 就要1234 怎么做出来 其实我刚刚讲喔 你要用MOD MOD 这个函数的话 他是放在数学里面 数学 然后MOD MOD 这个 求余数喔 那他意思就是说呢 你给我一个数字 那我给他一个 也是这样Raw 用Raw去产生 Raw的话 指的是哪一列 Raw 那我一样先归0好了 -2 先从0开始 因为等一下就是1234 刚刚好 然后呢 除以多少呢 除以4 特别注意喔 0 除以4 于多少 0 除以4 于0 1 除以4 于多少 于1 2 于4 于2 3 于4 于3 所以0123 0123 OK 如果我今天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喔 向下点满 他刚好0123 可是我今天要1开始怎么办 很简单怎么样 加1 加1 不就好了 加了1之后 他就从1开始 所以向下填满 刚好就1234 1234 最后的话你就把这个 这个跟这个怎么样 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 index 里面 没有 roll number 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column number 就是这一个 这样子的话呢 我用index 就可以抓到我要的结果 所以剛剛index 他要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 他的范围 范围给他 然后把它按F4 先锁起来 可以锁列就好 所以F4两下 那再来roll number 是什么 这一个 color number 这一个 然后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你向下填满 放开 资料又过来 可以看容易是吧 只是 有点 小难一点 ok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roll的话是用int 产生4个1 4个2 4个3 那column的部分的话 就是用mold 然后呢 产生1230 这个也是一道题 因为有些东西如果 你这两个不会 很抱歉 你要把它合并回来 就会有问题 啊 如果你没办法把它合并回来 你就要塗白烟钢 塗白烟钢 尽量还是不要 因为说真的很多东西啊 工作里面呢 质量那么多 还是尽量要用一些聪明的做法 其实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那 这一部分的话呢 也一样啦 所以intérêt 他的概念跟这个差不多 可是intérêt又更困难 为什么 因为intérêt 里面呢 还会包括什么 你要抓地几栏 DEFG 有没有 然后呢 列的话就 2222 3333 4444 所以呢 只不过产生DEFG 哇 这地方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TRA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所以这东西永远是要见招拆拆 TRA函数 假如我要6 我要产生D的话 你就是给他一个数字 A是65 就是内码 我们电脑内码 A是在65的位置 B是在66 67 D加个68 所以你就68 按确定的话 刚好就D 所以你要产生什么 如果你要产生DEFG 的话 那你就68 69 7 17 68 要一直重复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规则 创造出来 你才有办法用intérêt 抓资料 如果这个不会的话 TRA函数不会的话 很抱歉 你也做不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 也许可以给各位回去想想看 那最后的话 反而感觉好像VBA变简单了 因为VBA都不用这麻烦 VBA你只要写什么 写一个 for each的写法 我们前面不是有 for i for j 另外一种写法叫 for each for each的话就是 你的那个范围告诉我 我就把里面的每一个 储存格的资料 帮你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叫for each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所有的资料 帮我全部搬过来的话 那我就想写一个for each的写法 那写的方法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先一样插入一个 叫合并单栏的一个sub 然后呢 我就先写一个什么呢 先写一个 先打一个for each for each的叙述是每一个 sale指的是里面的资料 要印在哪一个范围 那我要抓的范围 是在哪一个范围呢 在D2到G9 所以我告诉他说 请你帮我把每一个 在D2到G9的这个储存格 一个一个 帮我抓到sale这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sale变数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所以呢 所以他会帮你把资料先 第一个 他会先抓第一个 抓哪一个呢 抓这个 入职时间 先抓到sale 那我就把这个sale 怎么样 先放在哪一个储存格呢 诶特别帅哦 我就放在那个i欄里面 诶的第一个储存格 那这里的话 我的第一个储存格 写法有点像那个 K的写法啦 不过我这边是写 那个用i i初始值等于2 意思就是说呢 我待会要放的位置 的列是从第二列开始 那我这边的叙述就是 你先抓一个 那我就 帮我放在那个i欄的 第二列 放在这里 OK 那可是我等一下会一直向下 对不对 所以把i 把它加1 之后存回去 那这变成第三 第四 第五 诶程式写好了 for each的写法 我们来试一下哦 所以基本上 我们把它 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宽度有点不太够 我把它稍微瞧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 如果我要把它 一个一个抓过来的话 那我就先按F8好了 把资料呢 这个时候先抓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呢 抓过来之后的话 它就把入職时间搬过来 但是有个问题啦 它入職时间搬过来的东西 它会恢复成原状 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嘛 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怎么办 等一下把它恢复 那怎么恢复等下再看哦 好再抓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放什么 那个姓名的部分 刘洋和 再来什么呢 它的功耗 这个都没有问题 好像只有日期部分有问题 所以把它全部执行 有没有 全部执行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 日期部分 格式错误 那日期格式怎么样 让它恢复啊 我好像前面有讲过啦 有个叫Lumber Format Local的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里面的话 可以自定一下 这边不是有什么 4个Y 斜线M 斜线D 这个是它里面的格式 那我如果说要把格式放进去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放在Lumber Format Local里面 有一个什么 Sales 电 Lumber Format Local 等于 刚刚那一串 它会帮我格式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虽然输出 可是将来呢 我要格式的话 并不是每个都要格式 当什么情况下 当它是Mod4 意思说能够被4整除的话 才去格式 意思就是说啦 我们今天 要做的这个地方是 其实就是等i 这个资料 我们如果说要能够 刚刚好的话 那我这边写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我先输出资料之后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i i的词呢 假如我今天 因为2 再来下一个 这个地方是第二列 再来就是第六列 那如果我把这个2 减掉 Mod4 Mod4意思说能够被4 等于0的话 Mod4意思说能够被4整除的话 那表示它是一个日期的位置 那我就把那个格式加上去 所以写法的话 我这边把这个写法加上 如果 i减掉2 它本来位置在2啦 然后呢 刮斧一下 然后 Mod Mod 是求余数的意思 这边的Mod 不是函数 是运算值 Mod4 等于0的话 表示说呢 这个应该是日期的位置 那 Then Enter 2下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 把它格式一下 格式的话呢 就是把 这边加一个Sales Sales 点什么呢 N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等于 双引号2个 把刚刚的那个 YYY 斜线D 把它贴到后面 记得最后这个Sales 刮斧要补上 把这个刮斧 再补到这个 这个意思是说呢 如果它日期的位置 那我就补一个 那个什么呢 格式给它 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的话 这边我再加一个按钮 这边再加一个 这边再加一个 这边合并回那个单栏 然后把这边再加一下 合并回单栏 按下去 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格式加上去 好 意思就是说 我先 它第二列嘛 一定是第二列 再来就是第六列 都是 刚好4的倍数 刚好就4的倍数嘛 所以我就只要把那个MOD 特别重要MOD 加上去 那等于0 意思是说能够被4整除的意思 所以减掉2之后 除以4之后的余数 如果等于0的话 那我就是在它的格式里面 加上这一个 这样的话呢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OK 应该大概可以理解 我这边写的程式吧 相对于前面的写法 有的时候甚至 虽然说呢 程式还是 对各位来说还是有点难 不过如果你熟悉这种写法之后 我相信你就不会再想要 用那个Index或Index 反而用这个来写 相对于刚刚的方法 我觉得会比较简便 OK 但是还是有点难度啦 只是说如果你熟悉的话 前提啦 不过待问同学是 熟悉了VBA之后 基本上就会习惯用VBA来写 就不会用函数的方法来写 好 那 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要做一些 等于 其他的中央练习啦 那你们这边要再陆陆续续 要把你们的那个 作业也是要铲出吧 然后 也许会有问题 我们再来讨论啦 那可能会整理出几题吧 可能几个同学的 作业 然后拿来当 甚至大家的练习题 拿来一起来讨论 好 OK 那 回去的话还是一样 尽量多 听啦 要不就是如果你习惯用背 用听的 像刚刚我提的例子 也是一个好方法 反而方法很多 前提就是把这个东西熟悉 这个未来的话 你工作效率自然就提高 OK 那今天的话 就先到这里